近日 南加洛杉矶香港論壇成員 來到加州自由雕塑公園 對蓮農牆進行半年一次的例行修補 因雕塑公園地處沙漠 修補是為了防止蓮農牆木板 在陽光暴曬和風沙侵蝕下褪色受損 儘管路途遙遠 當天仍有二十幾名港人 不論男女老幼 都來幫忙掛上上百個新板子 他們表示 雖然抗爭運動減去平靜 但還不到尾聲 大家仍抱有希望 蓮農牆也代表海外港人對香港人民的承諾 繼去年7月中共病毒雕塑被焚毀後 本月初 又有不明人士破壞雕塑 並試圖拖走重達上千磅的捐款箱 港人羅先生對此表示不意外 也並不擔心蓮農牆會被破壞 他表示 作品總是能重新製作 不會因此退縮 這座位在加州沙漠由鐵絲鑄成的蓮農牆 是目前全世界最長的蓮農牆 疫情期間 仍有很多人持續為香港獻上祝福 只要各地的有心人想繼續做的話 我們都會繼續一路加上去 這樣就一路延長下去了 直至到香港剛復過一為止 新唐人記者郭月希 李家英 洛杉磯採訪報導